我们非常开心的 就是透过商周 帮我们所有二十乡镇的特色 结合在这一本书里面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 也就是一个深书的发表会 就是我们云林农好 二十家好产物 也就是透过我们二十乡镇 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特色 每一个乡镇都有 它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特产 要介绍给大家 那今天呢不只是 我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那这本乡镇 这本书呢我们透过走读云林 透过旅游我们云林 那透过呢我们依照 整个交通的一个主轴 包括我们从台三县 台十七县 台十九县 六十一县 那还有台一县 大概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路网 你们边走边玩边吃 可以看到我们云林县的农产品 那重要是我们从一级的生产 二级的加工 三级的行销 走到这个餐桌来 那非常开心 我们玉鼎星第三代的这个致江人 非常年轻的谢宜辰 那他今天也特别透过 云林县的西螺酱油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透过他本身的一个巧思创意 那我们酱油如何在参桌上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能够跟他一起来语谈 我也有容颜 可见到我们云林县的年轻人 是这么有创意 这么有非常细腻的这些巧思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果让我们云林县的好食材 能够透过料理以后变成家喻户晓而且非常棒的一个料理 希望大家能够来云林 不只来玩云林吃云林 我想云林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我们二十乡镇的农村农业的好物 我会在这本里面介绍 这里面也包含我们斗篮的马铃薯 像我们西螺的米 其实这边看完书都会让你流口水 想说赶快来我们云林吃我们的好东西 所以欢迎大家看我们的书 来吃我们的东西 来观赏我们的云林 谢谢